海神第三口 潮汐炼体 看来我们第三口的内容又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是双倍潮汐炼体 可这潮汐炼体究竟什么意思啊 谢谢我前辈 跟我来 这里就是你们第三口的地方 名叫怒浪绝境 那是海神岛的奇景之一 也是大海中少有的海魂收绝技之一 好可怕 这山谷都能被冲击成这样 要换作诗人早就没了 前辈 那我们的任务究竟是 这五魂神 海神 八个万年魂魂 一个十万年魂魂 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难道是海神大人的奖励 请能凭借一己之力 与大自然抗衡 还占据了绝对的善防 这是深海沉吟 每一根柱子直径约一米 高约五十米 同体积的深海沉吟 比黄金还要重上几倍 这七根柱子每一根 恐怕都有数十万斤以上 而波仔西前辈 竟能如此轻松 将它们同时生起来 所谓潮汐炼体 就是在陈银柱上 承受着怒浪绝境中海浪的冲击 黑金五考者 每天需要在陈银柱上 坚持三个时辰 六考者为四个时辰 七考者五个时辰 九考者为十个时辰 考核初期 你们可以缩短一些时间 但一年平均下来 在陈银柱的时间 必须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否则就是考核失败 鬼都不哑 我怎么知道 放心吧 我会一直在这里 陪你们进行考核 有谁坚持不住 可以开口求救 那现在就开始吧 大家不要勉强 麻烦您 前辈 就宝责因为 适合 放开 具杂呢 好 这冲击似乎没想象中那么强烈 我感觉我的身体完全可以承受好 你们呢 我承受得住 想我看着也没事 我也可以 只是缺氧的感觉很不好受 难道这第三考 比前两考还要简单不成 没那么简单 一波海浪的冲击虽然不是很强 但我们要面对的 是用不停止的冲击 好海浪 好 九宝 九宝转处有琉璃 怎么会 我的九宝琉璃塔竟然无法使用 我的双手被固定住了 也无法制造相长 第一魂器 白狐狐身杖 我的辅助魂器也无法使用 我也是 看来这第三考之中 所有辅助型的魂技 全部失修了 我们只能硬顶了 大家都快撑住了 来进领域 七根尘印柱就像是铸铁石所用的铁针 三哥他们的身体 就像是被铸造的金属 而那无穷无心的海浪 就是铸造锤的打击 这该多么痛苦 这些不就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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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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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一定会完成 老师 明日的一切事宜 建议准备妥当 好 你先退下休息吧 是 开始吧 好 对啊 对啊 参见军下 各位都是我五魂殿的精英 亦是守护斗罗大陆和平的伟大战士 为了斗罗大陆能长治久安 今日五魂殿顺应天命正式立国 更名为五魂帝国 并由我出任帝国女皇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时策封狐烈纳为五魂帝国圣语 有权调动帝国军队以及出长老殿以外的帝国魂师 圣语的权力尽罪陛下 娜娜早已走到了我们无法及及的前方 娜娜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唯一能站在你身边的人 现在 我将五魂帝国的名言受理你 从今以后五魂帝国对外召集全大陆魂师 若不听命一律视为异端杀无赦 世子孝宗陛下 陛下万岁 五魂帝国万岁 未经许和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